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早在第一年我来的时候 其实整个这个区只有这个City Bank的移动非常高的楼 其他的楼都是矮矮的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周边已经有翻天覆的变化 我在这几年每天回家都感觉好像天际线又变了 所以你用翻天覆地 我觉得真的这个词应该用在长岛市是恰当的 因为长岛市过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厂房 然后很多荒凉的一些地带 短短的这么十多年的时间 完全变成一个新兴的城市了 是的 是的 而且早些年间我们总是有点诟病说 好像附近吃的东西呀 玩的东西呀 商圈呀好像都没有这么的多 但是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今天你就要带我去好好这个沿路 我们去看看去走走 尤其是一些新的楼盘 去感受一下长岛市现在的房产到底什么状况 是的 尤其今天想要着重地给大家提一下 今年纽约疫情期间卖的最好的最快的移动楼盘 就出现在长岛市 所以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哇 疫情期间还卖得这么好 是的 那一定要看看这是什么楼盘 那我们现在先出去 先走一圈好不好 好 那一过去我来长岛市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有很多的住宅楼 但是很像要找一个好的餐馆 很像很难 所以很多的生活配套设施 当初大家认为说 唯一的就是长岛市 这个要及待发展 是这样 所以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 其实已经有改观了 像在我们身后这边 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日本餐馆 他们家拉面 苏食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像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 现在西安名吃也开起来了 其实现在西安名吃很多美国人也都知道 而且非常喜欢咱们这边的中华美食 对 然后像在我们的左边这边有墨西哥的快餐 然后前面这边我们是有Starbucks 对 再往前走呢 靠近我们一会儿要看的楼盘这边 其实还有火锅店也开起来了 然后奶茶店 已经有好几家奶茶店的品牌 都已经入到长岛市了 所以说现在居住在长岛市 完全不需要说再跑到华盛 去吃中国美食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选择了 而且以后越来越多 我听说很多的一些新的建案 它是把底层都开辟成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商圈 商铺把它引进来 是的 而且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的 之后未来的超市呀 餐馆呀 只会越来越多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一站 是不是你要带我去看长岛市目前最新的一个楼盘 是的 咱们看的第一个楼盘呢 是现在长岛市还未正式开盘的一个楼盘 是我们公司独家代理 那这个楼盘呢 有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如果你有关注新闻的话 一定有听说Trader Joe's要来我们长岛市了 那这一个楼盘的位置 它的底商就是Trader Joe's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长岛市是应该是在纽约市唯一的一个现在 还是在大量建设的 对 非常像工地的这么一个区域 是的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代理的楼盘主推的有三个 我们已知的未来的一年和两年还有其他的楼盘 对 所以你看我放眼过去真的是这边最多缴手价的地方 是的 所以就显得是这个城市的房地产真的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开发商其实也是看到了这个区域的潜力以及发展的这个趋势 所以才在这边不断的建一些新的楼 对 是 所以这个就是当初你说的是最高的 对 对 City Building 是 当初很像说亚马逊叫陆租到这来 对 所以亚马逊即使是撤离了 你看这个消息已经是快两年时间了 但长岛市完全房地产没有受到影响 是的 哪怕是在今年疫情的这个期间 很多曼哈顿呀 或者一些其他的区域可能没有卖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长岛市其实还有在买的 就是交易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Prime 对不对 OK 所以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封顶了吧 对了对 已经封顶了 而且里面其实也都差不多装好了 我们现在是在在做里面的公共设施 以及外面的一些整体的包装 然后也就可以差不多了 预计的话明年年初就可以交房了 哇 你该说到这个Chillajew会进来的话 哇 这个楼盘那绝对是这种价值就提升了很多 是这样 你想想住在上面的人走下来 就可以 就可以采购了 对 而且我们因为这个住户的关系 也希望保护客户的这个Privacy 所以我们其实Sepery Entrance 所以我们的楼盘会在这个位置 那之后Trader Joe's的入口 会在另外一边 OK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上去你知道吗 可以的可以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来说 这一套公寓什么时候可以过户 具体的时间差不多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年初 具体要看政府审批的时间 但是我们里面的interior基本上差不多了 然后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完工了 那只差这个政府的审批文件了 其实也很快 如果到年底的话 就非常快 对 所以这个大楼来说的话 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location 我觉得非常好 咱们刚才有提到Trader Joe's 有入住到我们的这个底上 那既然是一个全国的连锁的超市 它选择位置也是非常谨慎的 那我们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属于长岛市现在的一个核心区域 而且附近的地铁也都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的这个楼盘呢 就是在这个最核心的位置上 那这是一 二呢 是我们的每一户的户心 都有outdoor的space 都有阳台 像我们的这一户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阳台 而且阳台还真挺大的 对因为现在因为疫情了嘛 大家对这个室外的空间也是更有需求了 那我们的这一个楼盘的这种设计 其实也是符合了我们现在的这种驱逐需求 好 那我来挑剔一下 看看有些什么我可以挑得出来毛病的 这个counter讲起来这是一握 但是还挺宽的 是这样而且我们所有的电器都是米勒的品牌 其实咱们知道很多只有曼哈顿的这种非常高端的楼盘 那才会用到这个米勒的这个品牌 那一般的可能是Ball 是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品牌 但是我们的开发商也是比较贴心一点给我们最好的品牌 嗯 对而且在一握里面有五个炉头 这也是挺堪得的 是冰箱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它都是built-in的 已经是包进去 所以整体的这个设计感也是非常的美观 而且也是米勒的品牌 所以每一个户型都有阳台 对我们的每一个户型都有阳台 然后整个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整个的Longland City 那这一边就是我们漂亮的曼哈顿的天际线 对对 而且视野非常的开阔 对 你看地铁这边经过 真的是很有城市的那种感觉 欣欣向荣的感觉 是这样 而且整个这边是有宗宁的限制 它楼盘不能建很高 所以基本上我们朝曼哈顿的这个方向 它这个view是不会有变化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六楼 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曼哈顿的景 是这样 是 所以说你看整个长岛是一个发展 它就是从这个河岸的地带 对不对 那边河岸地带 慢慢地往这边 那边的发展 来迁移 对 所以看看现在真的是好多新的楼盘 是不是 真的是 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走的是去第二个楼盘的路上 但是你看长岛事实际上现在不是说完全都像公立一样 我走在这条街道就很漂亮了 对而且这是整个皇后区里面唯一的一条Landmark的街道 所以旁边的这些楼都是属于历史保护的建筑 如果之后想要翻修的话也要按现在的这个样子来做翻修 所以你看非常漂亮 对你看这个完全就走进了这个Bronstone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那种街区的感觉 对和西村啊和一些其他的东村的某一些区域还是非常像像的 感觉有点像是在曼哈顿的这种区域了 现在这个一路走过来感觉真的是还蛮舒服的 对 真的像是住的地方 是而且这边的话就有我最喜欢的一个早餐 然后一个Bar的店 非常的好 像之前疫情之前的话可以在这边点一些减餐 然后晚上的话可以来这边喝一杯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而且它平时的话会把它decorate的非常的漂亮 里面有非常多的绿纸 然后很多的这些furniture也都是这种原木的设计 所以有点像是那种网红感的风格 过来拍照也非常的漂亮 对 所以以后这样子的店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对 然后我们往前走的话 这边有一个西餐店非常的好吃 再往前面就有我们的奶茶店了 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又走到了下一个地铁站了 对不对 是 所以这边是靠近Queens Plaza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楼盘是叫HERO 这个楼盘比较有特色 就是这个 它的下面原来是一个老一点的大楼 那我们是在这个大楼的基础上做一个翻新 然后再在上面做一个夹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分两层 然后上面呢就是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有这些白色的design 对 而且我看它的阳台应该很有特点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 哦 OK 所以这个楼盘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 对 然后直接就挨着地铁站 交通非常的便利 从这边到曼哈顿的话 只要三五分钟的时间 哇 这么快 是 好 OK 我们进去看一下 来吧 是从这边走吗 对对对 好 那现在我们是进入这个HERO的其中的一套单元了 对不对 对 这一套呢是一个2-bedroom 2-bed 然后我们这一户最大的一个selling point 是我们有非常好的曼哈顿的景色 嗯 等下我们要到那个阳台去看一下 是 对 所以这个楼盘来说的话 现在还在销售 嗯嗯 但是可以入住了吗 已经可以入住了 哦 这个已经是可以入住了 已经可以入住了 而且这个楼盘呢 有15年的地税减免 像咱们都知道 像现在纽约基本上 已经不再批这个有地税减免的楼盘了 所以市面上的 有地税减免的楼盘 其实是少之又少 那整个Low La City 其实只有三栋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栋 嗯 对 哇 现在还有15年的减税 这对买家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了 对 再加上现在的利息也非常的低 所以每个月的这个开销相比喻 之前真的是要低非常的多 这个Hero的阳台很有特点啊 是这样 还是无形的 所以它这个朝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是这样 而且我们每一户的阳台还不一样 因为它的波纹形 每个楼层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是这边大一点 有一些可能是这边大一点 对 但是这个现在在17层 哇 这个视野真的好开阔 是的 嗯 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的一个天际线 对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一些大的公司 实际上也在Low La City落户 对不对 所以我们 雅马逊夫进来 还有人进来 还有其他的公司 像我们对面的话就有Jet Blue的走步 然后在旁边 铁石门的这个很大的办公楼里面 现在我们有WeWork 有Blue Mingdale 而且还有更多的企业 比较入住进来 嗯 对 我知道现在Low La City 为什么房产这么火热 就是很多原来是住在曼哈顿 但是曼哈顿太贵了 对 那么就到一和之隔的长导市 所以现在进来的很多的一些买家 基本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人群 我觉得是学生 肯定是很喜欢我们这个区域 那还有是年轻的白领 和年轻的家庭 是现在这个买房的主力军 主力军 对对对 确实在这个地方 感觉到真的是一种活力的感觉 虽然很像交通这种狂路 但是有生活气息 对不对 对呀 是 所以你看这边的景真的太好了 对 而且这边还有其他的办公楼也都在 都在建 所以之后的话 整个这个区域不光是一个住宅 还有商圈 那一你看现在我们又走到了第三个要去的新楼 这边又是离开了长岛市远的一点才对不对 对就是下一个地铁站的位置 我们现在最靠近的是三十六街的这个街区 那我们的这个楼盘的内部里是整个这一个小区域的第一个高端的公寓楼盘 我看这个窗户就非常大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楼盘 外表看过去 是的 而且我们的隔音玻璃是三层的隔音玻璃 所以也是非常的有效果 对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周边 其实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建案在建设 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发展是最有发展潜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买了这个楼盘 也是看好了它未来的升值的一个潜力吧 因为这个区域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在发展中 所以之后的话会更好 而且有一个比较大的news是在两个多月之前 这个craftman studio和silverstein两个比较大的巨头开发商 会在旁边做一个小的城中城项目横跨五个街区 这边的话会有商圈会有餐馆会有比较大的住宅 还有一些小的retail space 所以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发展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我觉得在未来的五年吧 就会有另外一番景象 嗯对 所以你看看这整个long island city 它的范围现在不断的扩张 你刚才说这边已经和Astoria要接扰了 非常的靠近了 对 而且Astoria sorry 而且Astoria原来就是一个非常residential的neighborhood 很多欧洲裔都是在这一边 所以吃饭呀 很多餐馆都非常的美味 对 而且你刚才说了这边以后会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新的住宅区 新的住宅区 新的住宅区 然后交通又那么的方便 然后最关键是它的池价又和Long Island City 我们开的核心区域要便宜很多 要便宜了对吧 有一个差距 对 那能够透露一下如果这个楼的现在的池价平均在什么 差不多1200多吧 但是那一边的话可能都要在1300多1400多 所以还是有一个差异性 是对 如果它的quality再好的话 对 那这个真的是物有所值 是的 所以我们要去上去看一下 对 走吧 好 哪个路口 这边 这边 所以那你现在带我到的是 这边就是我们的销售中心了 所以现在这个楼已经是完全建好了 所以你们干脆在这个地方开辟一个销售中心 对的 是这样 对 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完工了 预计的话也就差不多年底就可以交房了 对 所以我们看这个效果图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两栋楼组成的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两栋塔楼 然后在一个building里面 然后我们是77户 而且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我们的这个楼盘 非常注重这个私密性和一些outdoor的空间 我们的入口是在分别的两个大楼里面 有一个入口 我们进来了之后呢 才是我们正式的一个大堂 所以外面的人呢 其实如果没有access的话 都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大堂 相对来说更安全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二楼的平台 有非常好的绿地的面积 然后公共空间可以给大家享用 而且我们的两个roof 我们有两个roof 两个roof上面都有furniture 然后有barbecue grill 可以让大家来享受这种outdoor空间 嗯 对 那所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空间 未来来说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像会客室一样的 对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 就是一个会客室 之后的话 在这个边上会有一个厨房 然后有一些sitting area 而且我们的这个会客厅 因为是和我们的中庭花园相连接 所以之后有朋友过来 可以享受outdoor和indoor的两种方式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中庭 对 它实际上是在二楼上面 所以大家是一个可以在这边聚会的一个户外的空间 对一个中庭的花园 所以我们这边之后会有一些cabana现在就是正在来打造 啊 那这个楼现在是可以录住了吗 还是最早了 差不多年底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交房了 对 而且我们的销售非常亮显 之前如果咱们有提到 其实是今年全纽约Fibros最快卖的楼盘非常亮眼 那我觉得几个原因吧 一是我们这个楼盘也有15年的地税减免非常少见 再有呢 我们的楼盘其实是Paris Farino来design的 那它其实在Lana City也很多人已经是知道它很有名 而且之前的Gallery也是它来设计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design的这种设计感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楼盘的quality也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来选择我们这个楼盘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说有一个楼盘是在一起今天卖的最好的 就是这种楼盘 所以咱们看一看样板间 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样板间 对的是这样 我们这个楼盘有很多户型是有阳台的 所以也是一样有outdoor的空间可以享用 而且我们这里面的地板都是8inch的 white oak白橡木的地板 而且厨房里面用的是整片的大理石台面 非常的高端和大气 对 所以这个neighborly给我感觉确实它的设计风格就很清新 对 真的就是像你该讲的 很Paris 对很Paris的那种风格 对 所以我想因为这种风格来说的话 我们做下来 好 所以这种风格应该是现在的一些很年轻的一些买家都很喜欢这样 非常简约 是不是 然后很有家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让人觉得很容易接受 而且这个风格比较neutral 大家不会觉得说怎么有点怪怪的 是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风格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买来自己住 还是说投资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而且如果是resale的时候也是不错的 对 所以今天那一你带我看了三个在长导市的新的楼盘 其中有两个楼盘都有15年的减税 这都非常吸引人 但是我想很多看我们节目的人就关心说 那么疫情过后整个长导市的新楼盘 到底价格有没有降 或者说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进场的时间 所以你怎么去看长导市 目前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新楼盘的它的价位 我觉得整个我们长导市 现在的这些楼盘其实都是有在卖的 相比于其他的区域 我们长导市还是比较亮眼的整体上来说 那价格方面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要看楼盘 真的是case by case 有一些楼盘其实已经涨过价了 反而是没有跌 那有一些楼盘可能开发商愿意在疫情期间 给到大家一个额外的优惠 在要价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实际上如果咱们这边有一个好的经纪人 来帮咱们争取到一些额外的优惠 比如说像closing cost这种过户上面的费用 或者说开发商这边的律师费 其实都是可以来讨价还价的 另外像我们这个楼盘 这一周我们刚刚有一个新推出来的优惠 就是如果我们买房子的话 我们可以cover一年的物业费 在一时一厅 然后两房的话可以cover两年的物业费 也算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了 对 而且我知道长岛市最近这个十年 可以说是发展非常快 我记得是应该是五六年前来长岛市的时候 看到还没有这么多的新楼盘 那些二手盘来说的话 很多是十年薪左右的 持价是在一千甚至不到一千出头 现在最近几年这个持价慢慢涨到 有些新楼盘涨到了一千三一千四 对 所以这样子目前这个持价来说的话 你认为是不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持价来说 相比于曼哈顿 我们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还是有很多年轻的白领和学生 都愿意来Longland City买房子 是因为既方便又实惠 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在未来的几年呢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其实会有更多的房源上来 所以对于买家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就是你的选择更多了 价格上面那也是可以谈的 整体上来说我觉得价格还是取决于楼盘的品质 像我们neighborly的楼盘 我们的品质就是非常好 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受疫情的影响 还是在卖 那未来的这些楼盘呢 如果是里面的设计也是比较好的 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销售不是问题 那如果是quality没有这么好 那估计就是要价格取胜了 嗯嗯对 所以长岛市确实来说的话 我们每一次来报道 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变化对 对都有一些变化 所以你刚才也提到了 你现在进入这个netseeker 以后未来来说的话 可能还会代理更多的一些新楼盘 会出来对不对 对的 我们其实现在已知道的 已经有两三个楼盘 会在未来两年之内 是由我们公司来代理 所以也请大家就持续关注我们吧 会有更多的楼盘的情况 一手的资源可以推荐给大家 而且因为那一现在来netseeker 是做她的全球的营销总监 所以每一个楼盘的细节 那一这边也都有一手的资源 所以如果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考虑在浪漫自己买房 如果是在近两三年的话 其实都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那一